- 孔先生,如果目前的评级来看,应该不会有下调的风险? 我们是最怕的,其实我们讲没有下调的风险,但是要看政府在做什么东西。 当然,今天所做的东西都是往好的方面。 就是来阻止他怎么看我们外,不要给他下调的。 所以下调的风险,它抵挡得住,有没有这个风险? 我讲一定有,所以政府在做什么东西? 未来这几个月,为什么今天一定要宣布明天内阁,过后去Dar Wars? Dar Wars他就要有信心,我已经宣布了某一些东西,让投资者要有信心。 所以这些呢,我想政府要有一个风险管理。 有,他们有。 所以这个也是好处了。 巴拉以前从来不去Dar Wars,三年都不去。 Najib第一次就去了,所以这一次去的是好事。 为什么?他跟这些主要的商家,大投资家,交朋友,谈话,讲马来西亚好。 最低限度他们不会卖你了。 不会shut you,不会抛你。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Najib的作用很重要。 问题是那个做法,他怎样去说服人。 这个都没有人可以讲。 以前的马哈丁是第一流。 I'm the best salesman. Najib是不是so far so good? 他一上任做财政部长2009年。 第一件事情就是纽约去见美国总统当时的, 也同时见这些国际投行。 他很会。 所以这个我想呢,刚才博士讲这个,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是做一个,怎么做一个好的一个salesman, 来讲马来西亚给你一个信心。 所以这种信心呢,我想呢, 外国投资者跟这些基金经理是一定要有的。 不然的话呢,我们会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这一次的一个修正因权案, 也应该是一个宣传的。 就是很匆忙做出来的东西。 一定是好的,我觉得是好的。 就是这个timing,就是他时间。 就是今天做了,明年过后他就去打网。 如果今天他有宣布说高铁暂停, 我认为是好事。 可能中国不高兴啦, 了解前指点啦,比如说Rusa啦。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他宣布这个,我相信外汇市场对他看好。 用最多外300多亿。 其他都不重要。 Double tracking 这些很小的嘛, 几个billion,几个billion,几十十岁嘛。 几十亿网了嘛。 因为我们现在是用55美元一桶持有的价格来做这个基准嘛。 这样未来的日子如果再跌的话, 我们难道又要再改过一次预算案? 一定要改的! 没有办法的! 一定要改的! 没有办法的! 也一定会跌的! 问题是降跌, 问题是降跌,降上, 还是降跌,降,又上点又下点, 这样才是问题啦。 所以我的论点绝对不是优的, 要v-check。 不像一条2009年37块。 不是! 不可能! 它肯定是, 它现在是这样嘛, 已经降很低了嘛, 它这样转。 所以在这边飘浮, 40块,45块,43块,39块, 这个才是死哦! 满满细哦! 这个才是辛苦哦! 这个才是辛苦哦! 我告诉你, 我不怕它跌到30块, 反弹嘛!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会降? 因为原油还没有死, 它的bubble还没有破, 就算破, 暂时一些人倒, 40块它们可以维持, 有人说60不死, 它们最新方法就 40$可以维持, 成本价! 所以你的OPEC跟它斗, 那个Arapana shell, the shake and the shell 斗的过程里面, 会发生什么事情? 很多国家发生问题。 其实我回去了一个最原本的问题, 我还是只能不能了解说, 当这个首相讲说, 我们是一个进出口国, 的一个statement, 究竟是一个简化的说法吗? 它是讲进入口国, 进入口国, 进入口国就是好事嘛, 油价比一我几货了嘛, 但是我们是进出口国嘛, 我们买的是便宜油, 我们买的是贵油, 我们的油是Led Sulphur, Led Sulphur做飞机油, 有些提炼, 有些没有提炼, 直接contract卖出去的一部分, 我们自己提炼很多, 制成不同的产品, 很多产品的, 包括这个plastic的那些原料, 都是自由产品来的嘛, 所以很多产品, 这叫做Petrol, 这个是Cellistic的, 统计局的数据, 很清楚的, 它有四种产品那边, 第一个就是, 天然石油产品, 电子产品, LNG, 化学和化学品, 跟你原油, 化学产品就是PetroCam, 但是它今天讲的, 它是入口的原油, 大概是7.7, 然后呢, 它讲, 这个是出口了, 出口了, 然后进入口的, 就是跟刚才所讲的, 有关系的, 跟原油啊, 这些Petrolums, 产品都是有关系的, 大概是89亿, 所以它就有12亿了, 才净赚12亿了, 它的论点是这样啦, OK, 你看那天, 却少RON97, 记得那么一个时期, 我们去新加坡买, 新加坡是全亚洲最大的, 持油提炼中心, 所以它那边买过来是RON97, 提炼好了的, 所以我们买的是便宜油, 我们卖的是贵油飞机油, 所以就有一个差额的贵油, 所以这个也复杂啦, 简单, 不重要啦, 是不是进出口, 最后的问题就是, 你的Petrolums说我缺少RON250亿, 甚至缺少RON350亿, 再下去缺买RON550亿, RON97, OK, Petrolums告诉你啊, 没有钱了老板, OK, 没问题,RON97, OK,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讲了很多很多很精彩的一个分享, 然后, 对于刚才何博士有讲到的, 就是, 国油其实是算我们最大的一个, 一个供应, 一个我们的一个收入的一个, 一个单位, 政府的, 然后, 目前在这个修正法案之后, 我们政府呢, 还有讲了几个措施去应对这个国际油价, 有可能在下跌的一个风险呢, 我们还是尽点期待吧, 然后, 感谢您收看, 我是德成, 祝您晚安。